香港漫畫家Penso 憑作品回憶見 奪得第十六屆日本國際漫畫獎銀獎 車軒行和他談過 消失的中環碼頭 已經拆了的唐德大鴉 漫畫家Penso透過黑白線條 展示香港標誌建築 懷舊是因為那個東西已經沒有了 或者可能差了就是沒有 你去懷面過去 但如果現在還有的 不如早一點去珍惜 了解多些香港的故事 今天更好 所以我創作就是想提醒這件事 Penso得獎漫畫回憶見 講述失憶的女主角 走遍香港不同地方 尋找消失的記憶 每本漫畫書都會跟一本 和女主角一樣的畫冊 讓讀者可以跟著畫冊 一起走遍香港不同地方 女主角曾說很多不同地方 近五六年都已經拆了 Penso希望換起關注 其實這段階段是很漂亮的 它是一個很高的 很大的堂樓建築行 它是橫跨到整條街這麼大的 但這段階段是半年後 就沒有了這段階段 可能你會看電影或者漫畫的時候 你會用第三身角度 可能你會更加抽離一點 但因為我加了一本掃描 是用第一身的閱讀 我就令到你的情緒更加投入一點 他希望新一代漫畫 可以像近期的香港電影一樣 得到更多人重視 懷舊之餘 都可以勇敢地向前走 我們不走前 其實我們會沒有未來 第二我想提醒 我們香港的創作人 我們為何會常常喜歡 以前的作品 一些舊的電影 一些舊的漫畫 你覺得是經典 很正 很好看 如果我們現在不創作 我們十年後 就看不到現在的經典 有線電視記者 車欽雄報道